大家好,我是Cindy,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讲加瓦系列基础课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继续学习输入输出流对象 那么前两次课,我们分别介绍了File类,以及FileOutputStream类,还有FileInputStream类 那么本次课呢,我们将介绍一个新的输流,叫做字符输流BuffedReader 不知道大家在学习前两次课的FileOutputStream和FileInputStream的时候有没有发现 当我的FileOutputStream写文件,我写的时候只能写字节,字节数组 那我读的时候呢,我读出来的数据也只能放到字节数组里面,说明我读取的也是字节数据 那字节呢,跟我们今天要学的字符输流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再说一遍,一个字符是两个字节 如果是字符流对象,就说明我是读写的字符,读取的数据和写的数据都是以字符的形式来做单位 而如果是字节数据输流呢,我是以字节为单位来读取数据的 好,那读字节和写字节有一点不好,写的话可能还好点 读的话呢,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去确定我这个文档中到底有多少个字节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去来修正这个代码 不过今天呢,我们会介绍这种字符数流,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可以把读取字节转换成读取字符 那字符流记住,字符流和字节流它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流对象 就像是冬天的棉衣,棉袄跟夏天的短裙,短袖T恤一样的区别 但是呢,它们也有类似的,就说它们的确都是输入流 只不过呢,一个输入的是字节,一个输入的是字符 那么它们两者之间有没有可能发生转换呢? 当然可以,比方说在上节课的代码中,我可以把input stream的对象 FIS转换成buffer的reader,当然我现在把它导进来 依然也是加瓦点IO包里面 但是我怎么去转换呢? 怎么去转换?那就在这个6这个地方想办法 如果我直接把FIS作为这个参数对象是绝对不对的 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类,叫做new,input,stream,reader 需要这样一个类 这个类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前半部分是input stream 后半部分呢,是reader,说明什么呢? 它是把input stream对象转成reader类对象的这样一个类 所以这个时候把FIS作为它的参数 再将转换而成的类作为buffer的reader类的一个构造方法的参数 什么意思呢? 先将FIS转成一个input streamreader类的对象 接下来呢,再把input streamreader类的对象转换成buffer的reader 这个类的对象 这其实是一种固定用法 我其实是可以把所有的字节输流都转成字符输流 但是都需要input streamreader这样一个类 好,这样一个类 同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加瓦点IO中的input streamreader 看到没有?它是字节流通向字符流的桥梁 必须通过它才能够将字节流转换成字符流 转换成字符流buffer的reader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方法 也是read的方法 只不过这个参数从字节数组转换成了字符数组 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方法叫做readline 这个readlin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读取一行 好,遇到空格或者是结束符 它就相当于一行已经结束了 那接下来br.reader none 这个方法返回的是一个stream类型的变量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把这个input字符串打印出来看看 运行一下出现了 Hello,Cindy 好,当然 如果我有多行怎么做呢? 它出来的还是一行 知道是为什么吗? 因为我读取一行之后 它其实有指针的 指针立刻移到了下一行 但是呢,虽然移到下一行 我并没有执行readline方法 所以,我读不出下一行 那怎么做呢? 我每执行 每执行一次 readline就相当于读取一行 且文件指针移到了下一行 如果我要读取所有的 读取第二行 我就再执行一遍 readline出来的的确是第二行 如果要执行第三行 怎么办呢? 要读第三行 好,我又执行一遍 readline 好,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呢? 这很像是重复出现的这样一个语句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循环来解决呢? 好,有没有发现的 感谢观看